崔永元可谓是整个娱乐圈的公敌吧 初期的是居然没有携手去抨击 他的不是我想每个吃瓜群众都想看他一抽体的阴阳合同 把他以一己之力硬汉娱乐圈这条诺亚方舟 是什么趋势他做这样的傻事 是金钱吗 是权利吗 是道德吗 我想应该是一种侠义 我觉得他更像当代的一个侠士 举着秉烈的剪扣问世间不白的事 我觉得他比较适合做娱乐圈的纪简伟 王思聪做二把手 他两联手 娱乐圈就没有一家独大只说 一个有钱可以为所欲为 一个有理可以为所欲为 最近这时消停了许多崔永元 限制的那些人 好像是真的理会的话又不敢放太晚 弄又不能弄死小崔比 进法治社会 当然偷税漏税这样的大事人民不会答应税务局 也不会答应如果事实成立人民和政府都不会被这个黑锅 不知道那些人背不背得起 有时候真不明白 这些有些人吃的比水都好 用的比水都好 出行哪个不是迈巴克加私人飞机 非得逃那些个水 真以为逃了就是真的逃了 至你们的时候都没人会通知你 说什么 通宵工作 说什么 不用替身说什么畸形极艺术 说的好像拍玩笑 就是做公益一样 不拿片酬 你们那些高回报的片酬难道 不值得你们小命 中国有多少人一边熬职业 一边付出生命危险 一边拿了你们千分之一不到的薪酬财 睡点在三千五百的时候 他们都焦了 真替你们脸红 崔永元前两天一条五百多位艺人的顺务清单 又激起了千层浪 他才是娱乐群的弄潮儿 真替各位当红明星担心算了吃瓜就吃瓜 就算被抓了坐牢那滋味 我们解枪不到前世王八蛋欲多月混蛋